第四十题 电阻值分别固定为6Ω与18Ω的甲乙两电阻器 与一电压固定为36伏特的电池并连 如右图所示 若导线的电阻忽略不计 通电三分钟后 甲乙两电阻器消耗的电能分别为1甲与1乙 则1甲与1乙为下列何者 我们晓得功率呢 就是能量呢 去除以时间 所以能量呢 就是功率乘以时间 那么现在大家都通电三分钟 我们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问我们的能量比 就是问我们的功率比 那么我们现在题目上面有电压 也给我们电阻 所以我们的算法就是 P等于V平方除以R 我们可以直接用比例的方式 6Ω18Ω就是1比3的方法呢 往里面带 也可以实际上带数字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暂时就实际上带数字 所以呢 三个1甲比1 也就是P甲比P功率比呢 就是我们的36伏特的平方 除以6 比上36的平方 除以18 那这个36平方可以消掉 也就是6分之1 比上18分之1 也就是18比上6 也就是3比1 所以第40例问我们说 则1甲比1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A 3比1 这个产品是8半 Jean